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来到提倡节能减碳的内湖高宫 第一关的游戏当然要随手拔插头啦 不过想要得分可没有那么简单喔 来看小小医生如何做诊断 废电池居然可以起死回生再利用 一次性的电池也可以充电恢复电力 到底是怎么办到的呢 第二关游戏考验手上功夫 要用筷子夹起又圆又滑的电池 还要比速度 同学 小心欲速则不打 目前内湖焚化厂的垃圾除坑 累积量是一万两千吨的垃圾 来到内湖焚化厂 看到满满的垃圾量实在太惊人了 你知道台湾一年生产多少的垃圾量吗 哪些垃圾燃烧会产生毒气呢 何欣与协力随机抽查一包垃圾 来看看民众的垃圾分类有没有确实 而且本画场要如何为空气做把关 并且回收再利用呢 一鼓作气分出胜负 肺活量与准度都是关键 哪一队会成为环保兼兵呢 我是何欣韩伟 我是协力心妍 大家好 我是刘耳机 来到我们内湖高宫我们知道他们这个节能工作做得很好 跟环保有很大的关系 节能就可以减碳 减少碳排放就会降低 也减缓我们这个地球温室效应 臭氧层的破坏对不对 对 很厉害哦 问一下他们平常做哪些节能的工作呢 节能工作 对 节能 学校里面 学校就是平常都会分类资源回收 资源回收 好 来 这边呢 你看到学校有什么节能的措施吗 就是厕所里面的灯 没有进去的时候就是按的 可是一进去就会亮 那出来过两分钟你就会按掉 哦 这个很厉害 你进学校就有这样的装置了吗 嗯 哦 很厉害哦 所以这个内湖高宫很厉害 进去感应到了就亮 那出去 这个两分钟就关起来 很快就会关起来 因为我们有时候常常会觉得 进去的时候开灯我们很习惯 出来的时候就忘记随手关灯了 直接用这种 自动时间控制装置 我想更省电了 是的 好 两队都很厉害了 到底要哪一队呢 能成为我们的这个环保兼兵 来争取内湖高宫的最高荣誉 哦 内湖高宫的同学不简单哦 不仅节能工作做得好 经过三轮激烈的海选与抢答 选出的同学充满环保知识力 节能发明更是创意满分哦 按一下设定关机 然后它就三秒之后 就会发现有点关掉 哦 这边有100% 75% 40%的都有 可以自行手动强证 这里面的讯息 就会承受到主控处 对 它等一下慢慢就会变成 那如果我们水温没有到达 我们指定的温度 会利用冷水的回流法 去进行冷水的加热 现在正在指行 学生帮我们安装 节奠造补机 如果你没有去关灯 的话会自动关灯 同学实在太优秀了 不仅如此 同学善加利用冷冻科专业知识 打造有机与环保的植物工厂 用更节能与无毒的方式 种植蔬菜 我找到我的隐藏队友了 就是你了 海逊 站队了 我终于找到我的隐藏队友了 两队先来精神采荷一下 何清队先开始 好 准备好了吗 好 来 内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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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湖高宫 环保知识 博学多文 内湖高宫 核心 核心 一起核心就地球 耶 耶 还不错哦 还不错哦 核心队由核心韩伟带领 同学有点害羞 不过充满环保知识力 吴哲伟 刘燕龙 王仁甫 王博生 跟这些大男生在一起对不对 可能是的 他们会有点害羞 对 有点害羞 不够活泼 对 所以队长扮演的这个角色就很重要了 是的 带领出他们的活泼的气氛 对不对 对 不错 这个队伍不错 来 换协力队了 好 换我们了 内湖高宫 内湖高宫 一级棒 内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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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很有精神了 是 好 两队都很有精神 到底哪一队 还是我们的环保兼兵呢 代表内湖高宫的最高荣誉 马上进入我们第一个游戏 叫做 随手拔起 随手拔起游戏规则 两队以精力赛的方式进行 一边摇呼拉圈 一边往前走 拔起桌上的插头 再回来换人 不过呼拉圈掉了 就要停下来 捡起来才能继续哦 即时最快的队伍 可以得到7分 另一队可以得到3分 随手拔起 跟呼拉圈有什么关系 这个吗 我跟你讲 有很多人 会忘记拔电源 对 很多东西 像电话的充电器 电脑的充电器 是的 其实已经充饱了 对 他忘记把这些插头拔下来 其实这个插头要从延长线 或者是电源插头那边 拔下来才不会耗电 是的 所以我们要养成这个 随手拔电源的习惯 习惯 对 所以我们这个游戏叫什么 叫做随手拔起 随手拔起 随手拔起嘛对不对 但是有难度啊 怎么玩呢 每个电源都要拔起来 好 每个插头都要拔起来 来回到这个终点来计算时间 好 看是核心对快还是协力对快 快的那一队呢可以得到7分 慢的呢 3分 哦 我来示范一下好了 好 好 二斤哥加油 加油 二斤哥 开始 二斤哥加油 再拔起来 如果跳下来 跳下来就要停下来了知道吗 好 继续 加油 继续拔起来 加油 加油 二斤哥加油 还有一点 好 拔起来 知道吗 懂吗 有没有人会转得比较好一点 你可以吗 我应该是OK 你试试看看 好 有点紧张 预备 开始 开始 好 对可以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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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下来就要停下来 对 OK OK 好 好 很好 来同学示范一下 你练习一下 给你练习一下 预备 预备 开始 预备 预备 还没掉下来就可以跑 预备开始 好 跑 可以 好了 就这样了 插头拔起来放旁边就可以了 不用带回来 好不好 好 哪一队先开始 剪刀石头布好了 好 剪刀石头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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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的时候 要摇呼拉圈 转着去 回来的时候 只要赶快跑回来 把圈圈交给下一个 那就我第一个 你第一个是吧 好 来 斜力队 随手拔起 计时 开始 佳文欣 不错 不错 好强 回来 快 好 翻一个 要转 转 停 对 OK 厉害 厉害 好强 不行 我有点紧张 停 停 不行 还没到 再转一下 再转一下 再转到前面 好 拔掉 好 回来 好紧张 加油 加油 协力队加油 加油 好强 好强 好输 快走 好 停 再来 加油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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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拔起来 回来 停 很厉害 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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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喘什么喘 他们比较喘吧 来 告诉我他们的时间是多少 57秒 协力队的时间是 57秒 好厉害 很厉害 蛮厉害的 这是最后一棒 跟我比较像一点 赚不太起来 很厉害 他们都很会赚 是的 但我感觉我自己好像有点笨的感觉 好 57秒 分数很高 压力好大 速度很快 好不好 核心队 好 顺序安排好了 好了 12345 你是第一位 我是第一棒 第一棒 请准备 协力队成绩不错 同学们各个伸手矫健 虽然有点小小的耽搁 但只花了57秒就完成了关卡 核心队看完了协力队如何过关 能不能学到一点技巧与策略呢 核心韩伟那么紧张 能不能抵住压力拿下好成绩呢 随手拔起 核心队计时开始 加油 加油 你不是很厉害的吗 加油 加油 可以 快回来 快回来 再一个 快快快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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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厉害 好快 边走边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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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踢 快回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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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快 来 转起来 加油 加油 好强 快点 小心 加油 加油 停 停 再转一下 好 快 快 你们觉得自己有比较快吗 有 一定有的 真的吗 真的 我们应该还蛮厉害的 核心队到底是几分几秒呢 核心队的秒数是 核心队的秒数是 50 50几人 50 52秒 52秒 耶 你们太高了啦 对 太高了 好 恭喜核心队的速度比较快 耶 随手拔起核心队的获胜 耶 可以得到7分 呃 其实没关系可以得到3分 对不对 好 没关系啦 好 这个让大家知道啊 锻炼一下体力 对不对 但是呢 内湖高工同学们体力都很好 是 动作都很快 下一个游戏之前呢 两位带我去哪里呢 金哥我跟你说 我们这次呢 有去看医生做诊断 身体不好就不要来录节目了 没有 金哥 这一次我们是给小朋友帮我们做诊断 小朋友帮你们做诊断 国小的小朋友 国小小朋友帮你们两个做诊断 对 这听起来很奇怪喔 没错 赶快来看一下 韩伟宇新年其实啊 是来到了电池医院 你收集到几个啊 三个你呢 三个 我也只有两个耶 你说什么要收集电池啊 应该跟回收电池有关吧 回收电池 我们不只要回收电池 我们还要将电池啊 没有电的电池 电有电耶 有电耶 叶瑞浩先生就是电池医院的创办人 他与国小做结合 到国小教导小朋友 废电池回收与再生的重要性 让同学有基础的化学与环保的概念 同时带回家庭中 再从家庭推广到社区 不过电池的再生 这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呢 老师我们都知道电池要回收 但如果没有回收电池的话 会造成哪些问题呢 我们都知道说 电池要回收要回收 有很多人都是没有做好 落实的回收 都是将电池乱丢 每一颗电池里面 它含有三大中金属 龚隔青一颗一号的电池 如果让我们丢在土壤里 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 是永久无法使用 如果一颗牛扣型的电池 让我们丢在水里面 就会使六百吨的水是无法有用 因为电池里面所含的重金属 它对我们的环境的污染 是相当的严重 可是老师你刚刚说 让电池重新有电 是那种充电电池吗 所有的电池都可以充电 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一次性的电池 本来用完一次 就要做好回收的电池 我们让它能够再继续使用 每一种 怎么做到的 你们有没有带电池来 有 那我们就先来将这些电池 来做诊断 诊断 老师是像看医生那种诊断吗 是 我们就由我们的同学来 为这电池做诊断 好 电池在进行再生前 必须经过仔细的诊断 在叶先生的教导下 新北市板桥区文盛国小的小朋友 对于电池的诊断已经是假轻就熟了 在进行诊断前 电池必须经过测量 检测电池里的电量 并不是所有的被电池 都可以再充电回收 当电池里的电量太低 就不能再进行充电了 所以每一颗电池在检测后 都会贴上标签记录下来 方便电池的回整与回收 你们有带电池来吗 有 那我们就请同学帮你们做诊断 好 这个 这个是什么 这一台就是电池的测量器 那我们请同学帮你们测 你们带来电池好吗 好 那老师要到多少程式可以 如果说一般的电池呢 如果是超过0.2V以上的电池呢 我们都可以再做再生 那上面的刻度是什么意思 那这个就是它的电压 这一颗电池是1.18V 还可以再使用 但是它的电很弱 这颗电池呢 它的电压算保足的 它超过1.5V以上的电压 它是算保足的一颗电池 这颗电池算很好的电池 所以还可以再使用 还可以再用 这颗电池呢 它的电就比较弱了 它的电压呢 在0.97 98左右 所以这颗电池呢 原则上没有办法启动电 电子产品 我们要再做再生 每一颗电池中 大约有1.6V的电压 当电压低于1V时 就无法启动电子产品 必须经过电池的活化与再生 就可以重新再利用了 不过啊 当电压低于0.2V时 代表电池内的化学成分 已经太少了 无法进行活化 所以无法再生 这种电池就必须回收 韩伟与新颜也动手试试看 回收的电池 到底能不能再生 经过检测可以再生的电池 因为在长时间的使用下 容易产生化学液体的流出 必须擦拭干净 避免接触人体 并且贴上标签 记录每一颗电池的重量 其实电池的重量 会因为煤电而变轻 原因就是电池里面的化学物质 被消耗掉了 所以要记录下 每一颗电池的使用状况 哇 你看 每一位小朋友的动作 都迅速确实 真的都是小小电池医生 老师 这是我们刚刚就是已经点测过 可以充电的电池了 那现在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们现在就要来做充电 老师这个机器是什么 以前都没有看过 是你自己发明的吗 是我发明的 它还有专利 专利 专利 好强喔 看我们下来去 好 我们要先正极 要先放下去 正极先放 先放 那灯号就要侦测了 它是闪红绿灯 是表示它在做增测 对电池的增测 增测好之后 它走到第一个阶段 亮的是橘灯 就表示它在做快速的充电 如果说像这一颗 亮的是绿灯的时候 再做慢速的活化 然后这个是闪绿灯 表示它已经充好电了 这样子 好厉害喔 这样就可以再重复利用了 是喔 所以它才叫做人缘在生 好 叶老师发明的电池能源 再生装置 可以透过通电与活化的方式 让电池重新有电 回到1.6伏特左右的电压 这项发明不仅有专利 还获得国际的发明奖项喔 恢复电力的电池 再经过同学的测量 称重与记录 就可以再次使用囉 不仅是小朋友家中的 废电池可以拿过来再生 文圣国小更与地方结合 让社区的民众也可以做到 电池回收与再生 把环保推广出去 哇 叶老师跟同学们 真的好厉害喔 不仅回收电池 还把平常我们认为 不能用的电池继续利用耶 没错 而且我觉得最厉害的是 老师为了推广 电池可以充电的概念 美国小结合 一方面呢 他们可以从小栽培他们的环保知识 一方面又可以将他们化学喔 嗯 实际有了一座干净周围台 耶 很厉害喔 是的 把那个干电池 一般的不是我们买得到那种充电电池 对 一般的干电池 还可以充电 没错 哇 这很厉害 如果说这些一般买到的干电池 也可以充电再利用的话 那这个电池的这个用量就会减少了 没错 其实一颗电池丢到土壤里面 非常不坏 这种电池会污染一平方公尺的土地 对 都不能够使用啊 好可怕呀 嗯 好 既然你们带回来干电池 我就用你们的电池 来我们游戏 马上进行我们的电光一闪 环保知识竞赛第二关 电光一闪 两队进行抢答 两队同学最快用筷子夹住电池 并放入桶子中 就有答题权咯 答对可以得到两分 总共进行五题 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 考验同学的手上功夫与稳定度 目前核心队领先 两队都要加油咯 好像好难哦 了解了吗 好 两队同时进行 都是每一个人都要玩到 总共有五题 两队给你们五秒钟的时间 去安排一下棒次 5 4 3 1 2 3 4 5 好 我们找一位同学先来示范一下 好的 第二位你到我这边来 你们也是第二位 第二位到我这边来 预备 开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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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谁心想过来 来 怎么样 简不简单 不难 不难 你为什么那么厉害 我抢他的 你抢他的 有技巧 这也是一种技巧 这个东西都准备好了 两队 请派出你们的第一棒 好 两队第一棒都派出来了 好 准备 第一题要先抢答了 预备 准备 开始 跑 快点 加油 快点夹 感觉很难夹 要夹起来 夹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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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一点这个 欲速折不达的感觉 对不对 对 想要快一点 对 但是那个筷子又没什么力气 没夹过电池吧 没有 感觉怎么样 很会滚 很会滚 对不对 不错 一次就成功了 但是题目要答对 来 请问 下列何种电池属于一次性的电池 A 涅葛电池 B 离电池 C 氧化银电池 来 讨论一下 可以用删除法 请做答 C C 恭喜答对 不要听我的 下一位 好 这两位刚刚有示范过了 有电池属应该会比较厉害了 好 好 准备 加油 开始 加油 小心 加油 小心 加回来 加回来 好 好可惜 好可惜 还是掉了 但没关系 好 协力队 请问 千酸续电池主要应用在什么方面 A 汽车 B 电脑 C 手机 来 讨论一下 千酸续电池 A 汽车 A 汽车 恭喜答对 下位 加油 預備 开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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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搶 搶 搶什么搶 好 快 好了 夹吧 夹吧 我没进去 掉了 快点 耶 夹回来 夹回来 幼稚 在两位这样的争夺之下 抢可以抢 但是等一下夹起来就不要弄他了 不过 还蛮公平的 最后还是 看谁夹的技术好 谁先回来 我们 好协力队来准备 工作人员 若常曝露于电池室 而且没有做好防护措施 则亦接触下列何种物质 而导致罹患鼻烟癌 A 安器 B 易氧化硫 C 二氧化硫 A B C 哪一个讨论一下 B 对不起 答错了 来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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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错了 下一位 換这两位高人 都好高 你身高多少 182 182你身高多少 190 182 对上190 哇 林苏豪多高 林苏豪好像19多 192 哇林苏豪有这么高 哇 所以打篮球要高一点 好 夹电池 其实是跟高度也没有关系 是啊 林巧的双手 看会不会用筷子 是 好 两队把握机会了 预备 开始 加油 加油 快点 耶 哇 耶 哇 192的这个步伐比较大一点 对 192跑比较快 夹得比较不错 平常是从小谁叫你用筷子的 妈妈 妈妈教得不错 所以夹得蛮好的 好 题目来了 废电池处理不当 会出现哪一种的中毒现象 A 牵中毒 B 碳中毒 C 猛中毒 A A 牵中毒 确定吗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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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答对了 恭喜 下一位 你一直很担心对不对 对 因为我很想硬 对 担心的是什么呢 担心的是我跑不快 你跑不快 还有呢 对 我夹不快 小时候谁叫你用筷子的 我好像是自己学的 自己学的 对 你呢 我没印象 我没印象 她的记忆力只停留在8岁以后 8岁以前都没有了 不记得 好 两队请注意了 准备队长的对决 开始 怪 怪了 不要掉 哪一队先呢 协力对先的 好 最后一题 家庭冷气设定 如果能调高一度C 可以节省6%的耗电 请问 每人每天如果省一度电 全台湾每年可以省下几度的电 A 84亿 B 80亿 C 90亿 A 84亿 以全国1900万台冷气来计算 如果每人每天省一度电 全台湾就可以减少 580万公吨的二氧氧炭排放量 而且可以省下 84亿度电 搭桂了 恭喜搭桂 yeah 好 这个阶段的游戏结束了 他们的分数是多少呢 核心队得到的是 2分 2分 杰鱼队得到几分 杰鱼队得到6分 好很 Memory 好 我们再进行下个游戏之前 兩位 你有帶我們去哪裡看看 我們去面對了一個 大家都不願意面對的真相 難道你 你 你怎麼了 有點沉重 真的好恐怖 我覺得我還是帶你去看看好了 真的嗎 有這麼恐怖嗎 這真相到底是什麼 趕快去看一下 這個沉重的真相就是垃圾 今天韓維與心妍來到了內湖焚畫場 馬上看到了驚人的畫面 鞋弟 你看 那邊超多垃圾的 真的 這麼多垃圾是累積多久的 跟兩位介紹一下 目前內湖焚畫場的垃圾除坑 目前的累積量是一萬兩千噸的垃圾 夠我們內湖焚畫場 焚化十五到二十天的焚畫量 我之前有看過新聞 新聞說我們國人一天平均 大概生產一公斤的垃圾量 一公斤 那這樣一年 不就平均是三百多公斤嗎 對啊 目前台灣處理垃圾的方式 主要以焚化為主 掩埋為斧的方式 來處理台灣的垃圾 那回收分類也很重要對不對 對啊 回收分類當然很重要 目前各位看到的這個垃圾除坑裡面 除了我們一般區隊所收的垃圾以外 還有代新業者所收的垃圾 以及營建廢棄物的垃圾 我們可以現在隨機來抽一袋垃圾 來看一看 老百姓到底丟了哪些垃圾 我相信大家都會做回收分類 所以這邊應該都一般垃圾 可是其實分類可以做得很細 只是我們民眾很容易忘記 那我們現在來抽一袋垃圾 來看看吧 好 台灣平均一年有兩千一百萬噸的垃圾量 為了處理大量的垃圾 我國採取了焚燒為主 掩埋為輔的處理方式 可以大量的減少垃圾體積與處理時間 不過看到這麼多垃圾要處理 實在相當驚人 所以我們一定要做到垃圾減量 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垃圾分類 但是我們常常將這句話掛在嘴邊 大家真的有做到嗎 嗯 馬上隨機抽查一包垃圾 馬上得到 唉 令人失望的結果 這是我們剛剛抽長回來的垃圾 那我想請問一下組長 就是我們台北市它是藍色的垃圾袋 那為什麼這邊會有其他顏色的呢 目前內服風化廠所收的垃圾 除了一般清潔隊所收的藍色的塑膠袋以外 像這種塑膠袋 有可能就是擔心業者所收進來的 像這麼多的垃圾裡面 這種紙杯它一起去噴燒的話 會不會產生其他的有毒氣體 其實像這種塑膠 以及玻璃皮 以及這種紙杯 其實在民眾丟垃圾的時候 就必須做好分類 可能是沒有做好分類 所以進到分化廠來燒 那這種塑膠袋 通常有三種成分 一種是PE 一種是PP 一種是PVC 那它主要的化學成分 是碳氫化合物 以及氯 那這些東西進來燒 當然會產生有毒的廢棄物 譬如說 CO 硫化物 氯化氫 這些都是屬於對人體有害的廢棄物 那內服分化廠 目前當然是有處理這些廢棄的能力 那我們有一個廢棄的處理流程 我帶兩位過去看一看 來瞭解內服分化廠如何處理 這些有毒的廢棄物體 好啊 垃圾中的塑膠物質燃燒後 會產生很多廢棄 廢棄中包含了代澳心 氮氧化物等有毒氣體 這些有毒氣體 對於環境 人體 都是相當大的危害 所以在排除前 分化廠做了許多過濾與進化 現在就來看看分化廠 如何為空氣做把關 核心協力你好 這裡就是我們內服分化廠 處理廢棄的一個流程 那排放氣體要怎麼處理啊 排放氣體 因為氣體裡面當中 還有很多廢棄物 譬如說氮氧化物這一部分 我們會藉由尿素 來減少它的氮氧化物 然後藉由半乾式洗煙塔 來處理廢棄中的酸氣 藉由活性碳 來處理廢棄中的代澳心 藉由代四集成器 來蒐集廢棄中的懸浮物 然後再經由煙囪排到大氣當中 來保護人民的安全 所以這些排放氣體 是有被接受檢測的 當然是有的 像環保署規定 代澳心的檢測 它必須一年做兩次 以內湖混化廠而言 我們就會檢測四次 然後其他的氣體 必須隨時監測 來保障人民空氣的品質 原來混化廠要經過 這麼多次的檢測 而且還這麼嚴格 混化廠在排放氣體前 會有四次的廢氣處理 首先通過還原反應 減少氮氧化物 接著用半乾式洗鹽塔 中和流氧化物 注入活性碳吸附代澳心 最後用集成器收集粉塵 每個步驟都不馬虎 而且焚化廠更自行做檢測 比環保署定的標準還要嚴格 為了就是讓民眾更安心 而且焚化廠不僅做到空氣維護 還可以做到發電 是怎麼辦到的呢 主長我們剛剛有看到 廢熱回收鍋爐 是不是熱能都可以回收 是的 是這樣子 我們在焚燒的過程當中 會產生很多廢熱 那這些廢熱假如不回收的話 讓它排到大氣當中 它會對大氣產生一個熱污染 所以我們必須藉由廢熱回收鍋爐 來回收這些廢氣 那它可以用來做什麼嗎 發電啊 發電 是的 你現在所看到的 這個後面這塊面板 就是控制我們的蒸氣渦輪發電機 就是我們利用 氛化過程中產生的廢熱 它可以使水產生蒸氣 藉由蒸氣進入渦輪發電機 讓它從熱能轉成電能 這樣子觀眾會不會覺得 既然可以發電 那我們就一直丟垃圾就好了 這個是一個非常不正確的觀念 其實垃圾當然是要越少越好 垃圾分類這是一定要做的 何況垃圾分類做得越好 那氛化效果會越好 以銳點為例 他們所做的垃圾分類 就分類得很確實 所以他們垃圾很少 甚至他們垃圾會不夠燒 所以他們會從其他的國家 引進更多的垃圾來銳點燃燒 我們一定要向他們看齊 重點是我們的回收一定要做好 沒錯 廢熱回收鍋爐可以將燃燒的熱能 回收並用來發電 氛化場內的電腦都是利用廢熱回收的 雖然可以做到發電 但還是希望民眾不要有製造垃圾 來燃燒發電的觀念 不僅是回收熱能 氛化場還可以回收污水 作為降低鍋爐溫度的用水 更厲害的是把燃燒完的灰渣回收 可以製作成石磚 或是加到瀝青當中做馬路或基礎建設 氛化場不僅是燒垃圾 也做了很多對於環保的貢獻 協力 看完整個氛化場 你對哪一個最有印象 當然是我們拿出那堆垃圾的時候 天啊 這個什麼都有 沒錯 家裡竟然有這麼多的垃圾 就需要被分類了 如果沒有被分類好的話 就會造成空氣無人 沒錯 雖然氛化場很用心地為民眾做把關 但追根究底 丟垃圾的人們還是最重要的 歐美等先進國家都可以把垃圾分類做得很好 我相信我們也可以 為了救自己 我們要救地球 沒錯 真的很辛苦 原來妳要說的真相是這個 他們在那邊工作的這麼辛苦的真相 其實我們沒有去看的人 沒有辦法體會到那個樣子對不對 沒錯 你們在現場感覺怎麼樣 真的非常非常的難受 那邊的垃圾大概有一萬兩千多噸 每天嗎 就是那一天 一萬兩千公噸 對 垃圾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其實垃圾也要做分類 那邊其實都看到很多沒有分類的垃圾 對 所以真的呼籲一下垃圾減量 垃圾分類回收再利用 才是我們這個地球永續使用的最好的一個方法 對不對 沒錯 所以對於這個垃圾減量垃圾分類 我們要一鼓作氣的把它做好 是的 馬上進行我們的遊戲就叫做 一鼓作氣 剛剛我們的第一關是不是有點速度太慢了 我們沒有想到他們竟然比我們快 而且第二算 可是第二關我們有贏回來 第二關他們就是筷子一直掉 他們的電池 可是現在就是打成平手狀態 就是因為我們第二關有贏了 所以打成平手狀態 現在呢 你們有什麼計畫 有沒有計畫 動快一點 腦筋動快一點 對 我們腦筋真的是動得不夠快 還有什麼 速度快一點 對 我們剛剛速度就是太慢 所以才輸 還有呢 覺得呢 我覺得我們後面一定會贏的 對 我覺得我們第二關都贏了 後面一定會可以贏的 對不對 大家加油 好 我們大家加油 來 一 二 三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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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我們剛剛第一關的時候還不錯對不對 可是我們第二關的時候 有一點嚴重落後 所以我想要等一下第三關的時候 把分數整個拉高 對不對 對 好 那我們等一下想一個戰略 你覺得策略是什麼 保持平常心就可以輕鬆獲勝 保持平常心嗎 好 那你咧 就是先看好要怎麼做 然後就是要看好 就是不要亂 就是看好在催對不對 你覺得咧 反正我們一定會贏嘛 反正我們一定會贏對不對 你咧 加油 加油 好 那我們來信心喊話 來 一 二 三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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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歷兩關的遊戲 兩隊目前都是九分 戰局陷入膠著啊 核心隊在第一關取得領先 不過協力隊在第二關 集起直追 打對了三題 一口氣將分數追平了 關鍵的第三關 哪一隊能夠突破重圍 得到環保兼兵的榮譽呢 好 一鼓作氣遊戲會很簡單 環保知識競賽第三輪 一鼓作氣 兩隊有三分鐘的時間 主持人出題後 答對就可以用吹氣的方式 把球吹進終點的球洞中 球洞越小分數越高 最高可以得到七分喔 不僅考驗飛活量 千萬要把握相當重要的訣竅 就是答對的題數越多 機會才越多喔 有障礙物 像這樣子呢 就表示沒有分數 懂嗎 然後就趕快回到隊伍後面去 換下一位 是 好 明白了嗎 明白 目前我告訴大家 兩隊 是處於一個平手的狀態 平手 所以哪一隊開始呢 我們還是要公平起見 剪刀石頭布 好 剪刀石頭布 為什麼都出布 石頭你每次都輸欸 真的是 好 你要決定親功還後功 你們要先功還後功 後 後功 again 還是後功 yes 好 我不知道會不會答 計時三分鐘結尼隊 計時開始 請問下令哪一種物質 在垃圾粉撞過程中 會隨著烟鵝飄散 A 鐵 B 鞍 C 水鷹 A C C 什麼 水鷹 答對 余憲 加油 有沒有 好 以下合者最不適合以焚化方式處理 A 生活垃圾 B 電路板 B 輪胎 C 木材 E 答對 快點 一口氣 差一點 都市焚化爐的新建 主要是解決什麼污染 A 空氣污染 B 垃圾污染 C 噪音污染 就是哪 E 答對 快點 加油 一口氣 沒有辦法了 氣不足 台灣一共有幾座焚化爐 A 26座 B 21座 C 20座 A 答對 哇塞 大家都好厲害 26座焚化爐 太近了吧 太近了 反而力量不夠 差一點點 下列合者是利用垃圾焚化場 處理垃圾的最主要優點 A 減少處理後的垃圾體積 B 消除所有毒性 C 減少空氣污染 C A A 減少體積 快 答對 WOW 加油 WOW 他差一點 以下哪下不是將醫療垃圾 做焚化處理的好處 A 減少製造垃圾 B 避免細菌傳播 C 不會產生灰渣 C 答對 WOW A 要去哪 差一點 有關生殖能源的敘述 下列合者正確 A 在非再生能源 B 完全取代核能 C 已應用於垃圾焚化發電 C 答對 A 加油 加油 一口氣 算 有得分 好 這個 焚化爐超過攝氏多少度 A 850度 B 750度 C 650度 C A 答對 加油 溫度很高對不對 對 加油 加油 A 差一點 差一點 好 為什麼廚餘不適合放進焚化爐 A 會發出溢尾 B 還有大量水分 C 會釋放出有毒氣體 B 答對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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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力一點 差一點 垃圾金焚化爐焚化後 所產生的飛灰如何處理 A 飄散至空氣中即可 B 可處理後 供水泥場重新利用 C 當作有機化肥 C B 答對 慢慢來 加油 加油 慢慢來 加油 加油 差一點 好可惜 他們得到幾分呢 5分 5分 恭喜 好 下一隊 核心隊 先開始的協力隊 同學很厲害 題目居然全部都打對了 不過很可惜 準度差了一點 只吹進一顆球得到5分 成績不錯 但是在平手的階段 分數是越多越好 輪到再次後攻的核心隊 能夠反敗為勝嗎 協力隊能夠保持領先嗎 緊張刺激的遊戲馬上開始 好 核心隊順序排好了 沒錯 隊長要是第一棒是吧 對 好 因為前面問題比較簡單 好 好 核心隊計時三分鐘 計時開始 好 下列哪一種被記錄 適合在焚化場中進行焚化處理 A 塑膠類 B 家庭垃圾 C 金屬 B 好 答對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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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一點 垃圾焚化場除了可以處理垃圾以外 還可以提供核種用途 A 發電 B 供石油 C 淨化水質 A 對 加油 火森加油 加油 火森加油 差一點 焚化爐排放帶藥性的污染問題 主要與下列哪一個選項的污染有關 A 水污染 B 噪音污染 C 空氣污染 水污染 A 再說一遍 焚化爐排放帶藥性的污染問題 焚化爐排放帶藥性跟什麼有關 C 倒對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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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好紅了 我們好紅了 利用高溫燃燒將事業廢棄物 轉變為安定的物體 氣體或物質的處理方法是什麼 A 氧化分解法 B 穩定法 C 熱處理法 C 倒對 D 加油 有 有 A 倒對 差一點 下列垃圾處理方法合著有錯 A 自行焚化以減少垃圾量 B 做好分類工作 C 減少廢棄物的產生 A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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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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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進 有 有 有 厲害 厲害 大型垃圾焚化爐處理溫度 達到多少度C以上 就可以破壞帶藥性 A 1,000度 B 九百度C 五百度 A 倒對 差一點 還要誤咧 根據台灣地區垃圾採樣分析結果顯示 垃圾物理組成中 可以燃燒的成分在百分之多少以上 A 百分之六十 B 百分之七十 C 百分之八十 請做答 C 倒對 加油 2 差一點 以下何者是焚化廠為了減少排出懸浮粒子而採取的措施 A 提高溫度 減少灰渣 B 密封式 B 密封式焚燒 C 裝設空氣污染防治機制 C 倒對 5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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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緊張 差一點 A 塑膠類垃圾為什麽不能放進分化爐裡處理 A 塑膠燃燒或會釋放有毒氣體 B 塑膠類物質不易燃燒 C 塑膠能自動分解無需分燒 答案是 A A 大隊 A 大隊 好 兩隊都已經比賽完了 這個一鼓作氣 看起來好像有一隊分數比較高一點 到底是核心隊還是協力隊 可以成為我們內湖高工的環保兼兵呢 馬上進行我們的頒獎典禮 經過一整天緊張又刺激的三關遊戲 核心與協力兩隊的同學使盡全力爭取榮譽 核心隊在第一關的隨手拔起 以較快的速度得到了領先 但是馬上在第二關電光一閃 就被協力隊追平了 第三關中 先攻的協力隊再次獲得五分的領先 不過後攻的核心隊把握機會 同學不僅全部打對以外 還一口氣吹進了三顆球位 得到了大量的分數 逆轉成功奠定了佳基 最後分數到底是多少呢 馬上請爾金哥宣布分數了 好 今天經過三個激烈的遊戲之後呢 到底是哪一隊能夠成為我們內湖高工 最有環保之勢力的環保兼兵呢 我們來看一下他們的分數 我們的協力隊分數不錯 總分是14分 14分 恭喜 核心隊 我們的分數是 比他們多了一點 多了一點 總分是 28分 28分 不只一點 直接多了兩倍 Double 所以今天我們的內湖高工的環保兼兵 就是我們的核心隊 耶 好 今天內湖高工的校長 也非常重視我們節目 也來到我們現場了 為我們頒獎了 歡迎我們林校長 林鄭雄 林校長 歡迎 校長 來 來 校長先幫我們說幾句話 主持人還有我們今天兩隊的同學 大家好 我想今天大愛電視台來學校 錄出這樣的節目 給我們學生有環保的概念 沒錯 我想很高興有這樣的機會 參加這樣的活動 謝謝 感謝主持人 謝謝 好 來 我們把這個獎狀 來 請 頒發 來 給我們的代表 好 來 掌聲鼓勵 謝謝 環保兼兵 謝謝 好 謝謝校長 謝謝 謝謝校長 謝謝 謝謝 謝謝校長 除了這個獎狀之外呢 他們還可以得到 經典雜誌一年份 還有 他們雖然輸了 我們協力隊的總同學 也有準備小禮物要送給他們 謝謝 這是這個很有意義的種子 種子 好 掌聲給你們鼓勵一下 謝謝 來 送給他們種子 希望我們的同學 除了更有環保知識以外呢 還可以多種樹 多種一些有機的蔬菜 讓我們的地球環保更好啦 來 問一下 同學今天參加這個 我們的節目的 有什麼感覺 感想啦 有學到很多環保相關知識 是啊 那你呢 這邊 我也學到很多 有沒有別的想法 以後要怎麼做 以後要環保愛地球 誒 說得太好了 環保愛地球啊 核心協力大家一起做 來 你們對環保 這個也很有興趣嗎 想學習到更多環保知識嗎 收看我們節目啊 就是最有意義的了 沒錯 既可以有看到這個同學們的競賽 又可以看到兩位我們這個漂亮的助理主持人 帶大家到處去看環保的這個地方 是 非常的好看 得到很多新知啊 想要得到更多更好的環保知識 就要看最好看的環保節目 鎖定 核心協力救力球 環保知識力 Power 我們下次見 Bye Bye Bye